全身隔離衣 頭戴面罩 接受採檢 他就是接觸按688好意的越南籍衣工 移民署警政署會同台北市衛生局全省防護 在6號凌晨深入民宅 這一名逃逸的越南籍衣工 一路從桃園北上到了台北 窝藏在台北市萬華區的一處民宅內 移民署上門逮人的時候 甚至發現他和同鄉再快 專門小組上門抓人 直呼全台都在找你 移工嚇到說自己沒看電視不知情 一旁另一名同鄉 得知他和確診者同住 嚇得跳開 這名越南籍衣工曾按確診的按688 在十一月二十八號到十一月三十號 同住在桃園大園區某醫管中心宿舍 後續按688確診 匡列接觸者卻發現這名越南籍衣工 在二號逃逸 初不了解他的移動軌跡 他三十號離開宿舍後 三十號一號到了新北市新店 雇主家工作 二號逃逸後還到過中立 最後在台北市萬華被找到 期間接觸過計程車問獎和同鄉友人 協診過程中他是有跟另外一位在一起 所以另外那一位我們也一併 也請來一併的採檢 那兩位都現在都在集中檢疫所 移工逃逸卻沒有發責 若一旦確診恐怕引發本土感染高風險 但逃逸移工和另一名接觸者 採檢都是因性排除感染 案688案695核酸抗體都是陽性 研判感染過一段時間列境外移入 疫情中心將進行病毒培養 離新傳播途徑 我們今天有新增的二十二個案例 台灣總確診數超過700例 目前住院的135位確診者 有93位都是印尼籍 近十天各有超過60位移工確診 新增的二十二例中 有二十例來自印尼 兩例來自菲律賓 都對檢疫所和醫院造成壓力 三星五追消新人診 S5小組跳到